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老师好,我想我的婆婆,也就是我老公的妈妈 重中,然后他不能动,生活不能自理 我想解决这个问题 我隐隐约看到一艘人船 一艘人船好像从海峡穿过去 从海峡穿过去 然后我只看到那个岸边 我们眼睛看过去 从岸边看过去 在岸边看过去 然后这是岸 这是水稻 一个人船从水稻那边穿过去 从水稻那边穿过去 但是看不到那个 我满眼看到那个岸边 反正那个饭眼看就看到好多岸边香 好多岸边香 我也不知道你婆婆现在在哪里 现在在新加坡 我也就是说 然后又看到好多那个岸边香 好像新加坡有 好像新加坡有 有港口啊 都好多岸边香啊 好多岸边香啊 好多岸边香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看到你 看到你那个婆婆啊 在那个岸边上 就是应该是海边 应该是水道 应该全部在水上的 又像港口 又是像那个船通行的那个地方 很防满 满眼看就多岸边香啊 满眼看就多岸边香啊 满眼多岸边香 所以呢他 他在岸边上 看到那其上岸的石头 他感觉没有根的感觉 好像一直在飘的感觉 你看那个船也是在飘的 船慢慢慢慢从那边开过去 在飘 然后再远处看到好多船啊 好像在海里边也有好多船啊 好像不山岸的意思 就好像那个 漂不流浪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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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感慨漂不流浪 漂不流浪 漂不流浪 后来慢慢慢慢他想多了 他想多以后 我刚才不是看到那个船躺在那边吗 躺在那边 船慢慢慢慢从水上通过去 通过去通过去通过去 他经常看那个船啊 他感觉自己好像没有根的感觉 感觉好像 不是土生土大孩 不是什么意思啊 反正他就是感觉没有根的感觉 好像 对对对 他好像就没有根的感觉 没有根的感觉 他就躺在那边 自己像船一样的 没有根的感觉 没有根的感觉就躺下来了 躺下来了 他那个躺下来了 他那个躺下来就 脚后跟 脚后跟 你看我人腕后一样嘛 脚后都没有站得住嘛 腕后一样就倒下来了 就没有根的感觉 没有根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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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问题 他躺下来了 躺下来起不来的 他躺下来起不来的 那个样子 就像一只人船 现在人船就飘在 飘在船上 人本来一个真人 他就飘在那边 很难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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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头带往前 这些像水上飘的感觉到处才飘 就没有根的感觉 强调没有根的感觉 没有根的感觉 没有根的感觉 这没有根的感觉的一个 你看那个楼部一棵树 没有根的感觉就让一边倒嘛 所以他就因为没有根的感觉就倒下来了 就一直乱会倒倒下来 就起不来了 他的这个战场就是乱会倒 没有根的感觉 那么我们现在就找到原因了 他没有根的感觉 没有根的感觉 没有根的感觉就站不住 我在远一点你就看到 你看到我跳了 看他那个跳了 他就没有根的感觉 就两天晒了一觉就起不来了 他的根的感觉就两天晒了一觉就再起不来了 嗯 你现在要解这个问题 你对他说 你有根的 嗯 妈妈你有根的 你有根的 你有根的吗 嗯 你的根比人家更多 你的根比人家更多 嗯 他说得起你的根比人家更多的事 他感觉他的腿就跌劲了 腿就跌劲了 你说你比人家更多 你比人家更多 你比人家更多 你不但有生父母 而且还有养父母 你不但有生父母 你还有养父母 你比人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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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至少有四个 看到那个人床的一小部分,就高处看不见 只看到矮处一点点,他的视野就很窄嘛 很窄,看着看着就很气甲,感觉在飘 你刚才跟我说你是有跟的,而且比人家有跟不得跟似的 突然一下子能够看到那个人床的前茂了 看到人床的前茂的 而且原来是有凄乎力的人床在慢慢飘 突然一下子感觉有力了,突然感觉有力了 你继续对他说,你是有跟的 妈妈,你是有跟的 不但有生父母,而且有养父母 不但有生父母,而且还有养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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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四个呢 你有四个呢,别人的跟都多了 对,别人的跟都多了 现在你要对他说 你别人的跟都多呢 对,然后你要对他说 但是,有跟呢,必须跟他浇灌 浇水啊,有跟呢,必须跟他浇灌 但是有跟,我们必须要给跟浇灌 如果不浇灌的话,它就会被枯萎 如果不交换的话,根就会退掉 如果不交换的话,根就会退掉 就像跟上缺水一样 就像跟上缺水一样 就像跟上缺水一样,缺水 就如同根 就像跟上缺水一样 所以啊,有根,但是没有力 所以有根,但是没有力 有根,没有力 有根,没有力 你要给自己的根浇灌才对 要给自己的根浇灌才对 这个根浇灌才对 这个根浇灌才对 这个是记住的意思啊 你要记住 而且记住的时候要两边记住 不能只记其中一个 他又忘了这个事 妈妈,你要记住 两边都要记住 亲生父母和养父母都要记住 都要记住 我们所说的中风啊 我为什么经常说 怀疑人家所说的中风呢 诊断的正确不正确呢 因为医生诊断呢 一般来说 一说中风呢 脑袋里面有问题 实际上我至少看 刚才看到的景象里面 问题不在脑袋里面 而是在根上面 在小根上面 而不在脑袋里面 因为没有记住 现在没有根了 没有根了 一棵树倒下来了 倒下来了就随着水再飘了 就像那些人传言 就随着水再飘了 就飘了 它自己感觉没有记住 而且是曼谷倒 曼谷倒 曼谷倒的话 应该来说 有个力量曼谷倒的话 也可能在现成生活中 周周路的布里塞了一条 曼谷塞了一条 曼谷塞了一条就去不来了 这个曼谷就再问一下 这个表情就是从临界看 它就是曼谷倒的感觉 曼谷倒的感觉 曼谷塞了一条 曼谷倒的感觉 曼谷塞了一条 就是根基不本了 所以呢 你现在 你带起你的婆婆 先从她的祖先说一下 你带起你的 你说 婆婆的祖先也是我的祖先 婆婆的祖先也是我的祖先 我也应该好好地要记住 我也应该好好地记住 婆婆那边既有生父母 又有养父母 婆那边既有生父母 又有养父母 一个我记住的时候 两边都要记住 然后我记住的时候 两边都要一起记住 一边也不能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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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这句话的事 就像一棵树 原来树在那边没有根 现在就四个根拉住了 四个根拉住以后不是稳固了吗 四个根拉住以后就稳固了 稳固了一下 两个人就站起来了 站着稳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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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告诉你 我今天看到这一幕里边 今天看到这一幕里边 但是至少今天我看到里边 问题是在根上面 脚跟上面 脑袋什么之类症 没看到问题 至少今天这一幕 我们说的今天拿着站 今天拿着站 此时此刻我们看到 战案外皮在脚跟上面 然后脚跟部分 那根部分 然后眼前倒在那边 就起不来的 倒在那边起不来 而起不来的原因 就是没有技术 没有技术 相当于没有根了 在飘 在飘 所以呢 马上就是性命节 对 而且马上性命节了 而且可以提前的准备 提前的准备 要记住 记住的时候 要把那个生父母 养父母都要一起记 如果其中 如果有一方 有一方不记得的话 那你一年当中 你记住的 一年当中 想象的 想象的还有一边 就想象的 记得就是 两边都要记住 一边也不能少 一边也不能少 然后就慢慢慢慢慢慢 扭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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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现在我看到的视野很开阔 刚才看到的 就岸边上 出去一点点 像出去这个一个水道 一点点 外面有个 接上一下船 看着这个船沿上 望上一点点 看到的视野很小 然后 对 视野很小 看起来 视野很小 因为可能人家医生 看他 视野的时候 感觉视野小 可能以为他脑袋错问题了 也有可能 现在 现在露出来 因为到了此时此刻 我看到场景当中 原来视野很小 现在一说 记住一刻 一下子稳固一刻 就视野很开阔了 眼前看到的景象就多了 好 视野就开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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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现在我看到他 原来是他 在那个案件上是这样的 看着很淒涼的感觉 很淒涼的感觉 现在我看到了 一记住一刻 感觉起来就有一个很健壮的感觉 感觉很健壮的感觉 能够沿着那个案面走啊 赢着船就往这边来啊 再走啊 他赢着船 赢着船再走 这样就感觉不气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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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感觉气痒 原来感觉气痒 现在感觉不气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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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原来是他看着这个 一动不动的 看着那个船 视野很小 而且看起来就很悲伤 很悲凉的感觉 没有跟着感觉 现在突然感觉 人有力量 也可以往后退一点 也可以往后近一点 左右 前后都可以动了 都可以动了 不像刚才那个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感觉很气痒的感觉 很气痒的感觉 那么 那么 现在就知道 你 你没有技术的话 也是沿着他们的 研究下来的技术 所以呢 他一旦把那个技术的时间 哦 知道两边都要技术 你也知道两边都要技术 将来 两边都要技术 那么 他的下一代 就不会出问题了 因为 如果他没有技术的话 那么 他的儿子被 上辈没有讲迹 就好好记住 下辈也好好记住 那么 上辈到了 后来突然是站不住了 下辈一样的问题 一样的问题就出现了 现在赶紧做到吧 那么 就可以避免了下一代的问题 而且婆婆那边 如果提的好的话 如果提的好的话 根基 站住了 就起来了 沿着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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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走动了 而且走动的时候 看起来视野很开阔 然后看到视野很窄 视野很窄 有可能医生 诊断的时候 叫他看视野大小的时候 感觉视野太小 是不是脑袋 脑袋有个错 一般来说 诊断的中风 什么之类起过来 都会用脑袋的诊断嘛 嗯 实际上这个 他眼睛由哪个白内障面前 但是喝了量子水过后 白内障烧了 嗯 难怪我说 那个 四野小 原来是白内障 对 四野小 嗯 那就是说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不过已经有根到现在 有根到现在 要他去做 要他去做 就是相当有 今天我这个 对 今天这一幕 是我找到的原因 提醒他他去做 所以呢 然后呢 你现在就协助他 读出他 把技术的事情给做了 而这技术的时刻呢 亲 亲生的 亲生父母和养父母 两天都要提 一边也不能漏掉 那么 特的广子 特的广子 然后你们也记住 那么这样就避免了这样的问题 你记住的时候 一定也不能少 想得起来的 诶 记住不要去 但不要漏掉 慢慢出问题 出在了漏掉的那上面 明白吧 诶 诶 甚至记住的时候呢 你可以记那些 曾经帮助过你们的 对你们比较好的那种 你一起记了 记住部分没问题 记少了漏掉了 就有问题了 嗯 明白 记住不用 但无非要在某个 奖励什么 就是 只要在家里 楼下有专门烧食的地方 然后一起祭拜神 诶 对 行的不要去 脑袋里 要把它张到脑袋里面 想起来 张到脑袋里面 当然 这种技术呢 这种技术呢 是 就是说 我们犯犯而谈的技术 未来实际成熟的时候 有办法 比如说 有办法上梵的时候 再上下梵 那是更好的 明白吧 如果现在没有这个条件的话 那你先 先记住的时候 不要漏掉人 先把这些放进去 尤其 既有亲生父母 又有养父母的 一个也不能少 一个也不能少 最怕的是哪种呢 最后 那个生父母和养父母 或者哪个地方 有个环境 引起矛盾的 引起矛盾的 丢了一遍 丢了一遍以后 那个组组就找来了 你怎么记住的 漏一遍 所以呢 一遍也不能漏 好 知道了 就这个事情 谢谢老师 好 反正你心里想到 这两边的 他的前辈 然后再也记下来 你想说 我们会好好地记住 好好地记住 那么 他的根基就稳固了 稳固了一个 就站起来了 他那个症状就是 刚才我说的 像他眼睛在那一脚 没有 那一个树没根了 没根了就倒下来了 倒下来以后就到处飘了 现在就是 你看到他的身体本身 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就是从来脚盆上面 接着呢 就像一个树倒就倒下来了 倒下来 另外我看到这个事业小 而这个事业小 这个事业小 同那个记住也有关 就没有同 没有记住也有关 一记住一个 就看到了多了 我就现在看了好几代人 那个事业太快了 就更没问题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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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不用谢 好 那就这样 好 再见 再见